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題目 它前面講了很多東西 但是它說 有一句話 物理量能滿足 E 等於ロ α 然後 這個ロ 的α 次方 R 的β 次方 T 的γ 次方 那它說一噸的TNT可以釋放 4.2 乘10 九十方 交友的能量 ロ 告訴你 那火球半徑也告訴你 時間也告訴你 其中上述的資料 要推估爆炸有多少噸的炸藥呢 來 首先第一步 它在考音次 老師你怎麼知道 因為 它那個次方沒給啊 所以你要先把那個次方先把它找出來 那怎麼找呢 你可以寫MLT 或是你就直接乾脆 直接用這個 基本量來拆 來齁 能量是 公斤乘上公尺平方 除以秒平方 這個東西交額 我怎麼想齁 我就用mv 2分之1mv平方來想 2分之1沒有單位 m是公斤 速度單位平方 就這個 那ロ 叫做密度 密度的話叫什麼 密度的話叫公斤 除以立方公尺 對不對 那這個是α次方 半徑的話是多少 半徑的話是 公尺 β次方 那時間是γ次方 OK 時間是 等一下 時間是秒 秒的話是γ次方 那我就可以用看 來怎麼看齁 這邊只有一個公斤 所以這邊公斤只能一次方 所以這個α就是1 α就是1 那再來這個是時間 再分母對不對 那就是-2次方 所以γ就是-2 OK 那m我最後再來猜 因為m比較多 這個東西m在分母 所以它是-3次方 那這個再加上 來 指數 指數 會要變成相加 對不對 相乘變指數相加 那這個是-3次方 相乘變指數相加 再加β 要等於那邊 2次方 對 相乘變指數相加 把這個分母叫-3 再乘上它 加β等於2次方 所以β就是5次方 所以這樣就可以看得出來 β就是5次方 這樣知道齁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得出來 αβγ就是15-2 15-2 那再來 這個能量 是TNT再要的多少噸 因為它有告訴你 1噸會釋放4.2 乘上129次方交額 那幾噸我不知道 我就假設N噸好了 那等於ロ 它叫做1.2 然後一次方 那半徑它說是100 然後5次方 再來時間它說是0.025秒-2次方 好 我們再把它整理一下好 這個前面1.2我們先保留 這個東西是10的2次方再5次方 10的10次方 這個東西好 0.25是四分之一 0.25就是四十分之一 那四十分之一 負二就是倒數 那就四十 然後再平方 可以嗎 這個是四十分之一 負就是倒數 那四十分之一倒數就是四十 再平方就是一千六 然後再把那個除過來 4.2 乘到十的九次方 好 那我們大概估算一下就好了 來 首先呢 這個十的九次方 跟這個十的十次方 約掉變成十 那十 好 那十的話我們再補一個0 在4.2看成 看成4好了 所以這個約掉 這個約掉大概就是四千大約 大約四千 四千再乘上這個1.2 大約是48 我這個是大概估算 因為這是選擇題 我們選一個比較合理的答案 所以呢 大約是4800噸 那合理的答案就是選誰 選A就可以了 方 cr 1 2